买了好多苹果啊 苹果其实我觉得多吃点还可以啊 就是苹果应该是比较安全的水果吧 基本上应该没有吃苹果过敏的吧 关于苹果也有好多传说对吧 什么金苹果呀或者亚当的苹果呀什么的 这边卖的衣服背包 还有那个硬币好像是 还有眼镜啊 还有什么什么脚膛口香糖 这边就是所说的这个地摊经济 这个卖的是什么化妆品 这边卖的是袜子 牙膏香皂锁头 还有这什么音箱 照相机充电器 巴比娃娃 还有围巾 头盔电池 鳄梨 还卖鳄梨它这边 然后这块是炸油条 这边是炸的油条 也算挺热闹吧 然后这边是卖的花 它这花还挺好看 这花 还有小狗啊 人们在聊天 那边那个老头 也没戴口罩啊 没戴口罩啊 就这样聊天 有点危险啊 容易传播病毒 然后这边是路边摆摊卖的豆角吗 这边好像是卖的豆角 以前好像它就在这边卖啊 它卖豆角是那种成捆的 那种连羊都卖啊 就是连那个豆角羊 好像都放着卖 红色的豆角 这个不知道怎么吃的 这个是 估计是把这个豆剥掉 煮着吃吗 不知道 在国内吃豆角的时候 直接炖 连皮 豆一起炖 这边是不是把皮扒掉 那个皮扯得很老啊 红色的豆角 这边是卖首饰的 这边 他们的种族都是 这个哥们这个裤子都掉的 这都难受啊 还这样坚持着穿 这边有些黑人的标配是 裤子要马上就要掉的样子 这个是 他们的 拉丁美洲的这些 传说吧 是吧 City College 城市大学 前几天有点胃 腰疼 腰有点疼 然后 今天有点胃 有点轻微的痛 有点胃疼 他这个车是 不知道是摩托车还是自行车 应该是摩托车 应该是 轮胎特别宽的那种的 有点胃疼 是吃东西不对劲的吧 是怎么着啊 不太值得 16一块三 这个大16一块三一磅 这个是木瓜 一块钱一磅 这个木瓜可能烂了 他把皮都剥掉了 把皮剥掉了 然后用保鲜膜 把里面的 这个磅给包起来 然后这样卖 这边是卖面包的地 秋天六 秋天六 这边在施工 用小的反光锥 把他围起来了 一位朋友留言说 他好像是通过美国的 UPS 就是United Password Service 美国的快递公司去 退包裹 好像是 但是 他跟对方联系了 对方说来取件 但是还没取 那我能不能帮忙 我没回复他 我也不知道怎么帮忙 我觉得可能就是 给客服打电话就可以吧 对吧 或者找 附近的UPS 在点 如果时间不忙 那可以 我觉得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就 把这个包裹拿过去 对吧 当在现场一退吧 对吧 如果你等他呢 就打电话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他 好吧 再见了 拜拜 再见 拜拜了 再见了 拜拜 天冷了 大家注意保重身体